中美贸易战开打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包括医疗设备和飞机零部件等等 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而且还宣称未来几个月陆续有来 而中国方面马上反击了 对美国大豆猪肉汽车和其他产品加征同等的关税 双方一开打可以说是道道见血 美国方面想要一出手 中国就立刻乖乖就犯屈服 而中国方面则是希望一反击 就让特朗普尝试到自己带来的苦果 动摇阵脚自己鸣鼓收兵 分析就说中国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是最有策略性的 中国提出来的关税清单当中 很多农业被课税的项目都是来自特朗普的铁杆票仓 中国是采取情人先射马 情贼先情丸的策略 首先直接打击特朗普的支持者 让他们感受到贸易战的痛苦进而向特朗普施压 这个极端的方法是要让特朗普的选民 把情绪反映在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中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后 中国对美国大豆产品增税就正正击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农业州大票仓 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州就首当其冲 这名农民告诉记者自己的大豆都有赖于出口中国市场 以前只需看天吃饭 但是如今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让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 另外也有美国交易所分析员担心 美国农产品的产量近年来大幅增长 因为中国加重关税而不能消化的产量技能流不出国际市场 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一跌再跌 进一步将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一些美国分析认为美国向全世界开货 如今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已经引发了共和党大票仓美国中西部农民的不满 这场贸易战会不会影响两年后特朗普寻求总统缠绵的盛望呢 的确有待观察 从刚刚那位美国农民的倾诉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大战开大 第一批要中枪的都是特朗普的铁杆选民 美国生产很多的大豆 他们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 而这回中国就抓住了这一点直接攻击要害 炮口对准美国的大豆产区 你看爱尔华州每年出口940亿的大豆 伊利诺州每年有976亿的大豆出口 每年出口量是大得惊人啊 而且这些通通都要被克25%的税 这两个地区的民众都是靠着中国市场让他们赚大钱 然后再把票投给特朗普的 那好了现在贸易战一开打 分分钟他们的血汗钱可能都会被打没了 而虽然民怨四起 然而这位做生意出生的狂人总统特朗普口口声声说 他能够带美国打赢这场贸易战 真的这么轻松吗 可能是可能不是 抓着特朗普的农民支持者答 这是要美国国内本身对特朗普施压 而西方媒体评论就说了 除了这一招 北京还没有对华盛顿祭出最厉害的武器 那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官僚体系壁垒 例如延迟新产品申请安全许可的时程 一旦这么做的话 将会导致美国商家丧失占据中国市场的先机 这个举措最大的输家可能是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而另外别忘了中国在汇率市场准入 游客甚至美国国债都握有巨大的筹码 其中在金融市场的准入口方面 美国摩根大通 日本的野村控股和瑞士的瑞银集团都申请在中国设立合资的企业 但是偏偏就只有美国摩根大通的申请没有通过 那此外呢 中国驻美大使馆日前也已经发布了旅游警告说 美国治安不尽 强击抢劫盗窃案件频频发生 抨击美国的旅游环境不好 这项举动就被诠释为向中国人发出旅游禁令 那中国学者甚至指出 如果贸易战严重升级的话 中国还可能会考虑出王牌 限制当下高科技产业都需要的稀土出口 而更严重升级版的话 预测中国将会大幅度的抛售 手中握有的巨额美国国债 是的 中国手中握着大量的美国债券 分级就说了 中国还反击筹码 特朗普现在要借由贸易战 大美国至上来增加他的选票 接下来还会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税 如果情况去到最坏最坏 没有旋转的余地的话 一旦中国真的发飙 真的触动他们的杀手解 以牙还牙 恐怕不只是中美两国两代巨伤 还会延伤至全球的产业链 到时无辜的国家也会跟着陪葬 陪葬了 那无论如何中国能不能顶得住美国这一波的进攻 有报道说最迟8月份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方面这场美中贸易战的后续发展 会受到两个因素左右 首先就是7月中的欧盟峰会上 欧盟国家对美国发起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 其次就是中国建制美国农业州的关税反制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中选举上能造成多少的重置压力 那如果这两个因素都不能产生作用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一仗将会打得非常辛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